有什麼東西 怕 鬧失男子 鬧失男子 遠景壓制在地 還不斷掙扎 試圖挑戰公權力 手靠 手靠 你有手嗎 我有 我拿了 我拿了 不斷爆粗口 標髒話 還想攻擊遠景 玻璃師大人 將嫌犯上靠 深夜新莊接頭 23名遠景 壓制5名二煞 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是有人發酒瘋 打警察 事情發生在十三號深夜 三十二歲的王姓男子 唱完歌下樓 向站崗遠景 打聽朋友下落 遠景看他醉茫茫的 建議他早點回家休息 卻讓王姓男子 覺得很沒面子 找來四名朋友 出手 痛歐遠景 二十五歲的柯姓遠景 右肩拉傷 手肘 手指 也都有擦措傷 公權力哪能被挑戰 二十三名快打警力 迅速到場 將鬧事男子壓制 統統帶回派出所偵辦 五名罪漢 挑釁我們遠景 那我們 依法逮捕到案以後 我們會以 妨礙公務 還有傷害罪 來移送 該這五名的嫌犯 黃唐下肚 李治憲全斷 大膽痛歐人民保母 衝動的下場 就是被尚靠壓制 狼狽 移送法辦 記者尼斯港姚立強 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